老师好不好就邀请您先跟我们讲几句话 让我们的新加坡同学认识一下 好 各位四国先生非常高兴呢 在今天的下午跟来的见面 首先呢 问候大家下午好 好 新加坡呢 新加坡 马来啊 这两个国家活动的话 也是我这十多年经常来的地方 只是新加坡又有吃饭也都没来了 在七万年以前呢 经常到这边来 跟很多的朋友都曾有过歧视 不过像今天这样提起一堂 将近一百来人的这么大的场面的话 那还是中国有句老话 叫什么 大师能够叫 我一回 第一次做一个 所以看见大家聚集一堂 做了这么多的爱好传统文化 爱好东方 这个修生文化的人士 大家都在一起 来共同探导 我们东方悠久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特别是修生方面的实证 康法论 这样呢 我相信 只要大家能够在一起 倡所的预言 达成一句故事 形成一个神体的认知 这样呢 所以我们研究传道文化是非常帮助的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很简单 看起来复杂 实际上很简单 一日三朝 一年三朝之地 满足这些基本要求 基本已经够了 中国人说的这个话 吃 喝 拿 撒 就完成了 但是人的遗忘 就原来有重心 它障碍着我们性命的提升 让人生来到世界 就是提升自己的品质 品格 品行来的 而并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 根本目的 还是要把自己提升上来 那么古老的文化呢 形成了一些庞大的体系 无论国会 国会 国会 都是指向一个 就是生命指向的真正提升 是大道的回归 回归于最高的警戒当中去 而或是在人世间流淡生死 一场又一场 这样呼呼呼呼的 动过人生 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 善心的人生 道心的人生 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价值 那么呢 大家都是这方面文化的爱好者 也是实践者 那么我们可以共同在一起 做这方面内容的一些探讨 我们可以共同地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 因为实践水平是建立在理论水平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们在一起反复地提高 所以我们在一起反复地提高 加深的认知 并且用正确的理论 来指导我们良好的修身方法 这样才能够加快我们身心的根本性的变化 下午的这段时间呢 大家一起抽取时间相互交流一下 也让我来向大家学习 肯定是我给大家取经 好 这一讲差不多吧 Have you checked体验 哎 tail展猎 scientificFreaks 都算帮你 giờ啊 好 别 clock 这次游戏